每次洗完臉,肌膚就會又緊又乾嗎? 是不是把臉洗得太乾淨 讓那些油脂跟水分都洗掉了呢? 加了復活草的保養品,讓肌膚擺脫乾巴巴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之前做過一個有關於積血草成分的影片 受到大家的正面鼓勵 所以我今天要加碼第二集 要幫大家介紹可以讓肌膚起死回生的復活草 好,我第一次看到保養品使用復活草這個成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好奇 那記得當時教育訓練的老師 就活生生的把一個復活草拿到我面前 那我一看這個復活草其實就是乾枯的稻草 因為它就是整個就是全區乾掉的草 像死掉一樣 那我記得那時候老師跟我講說 其實你只要加一滴水,它就會開始變綠 然後就可以綻放 原來復活草是長在沙漠極地這種很惡劣環境的一種植物 當季節開始要變得乾旱的時候 它為了要維持自己的生存 所以它就會把它的金跟它的葉開始慢慢的捲曲 然後把它包覆成一團球狀 然後呢就把它的種子包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它才可以度過惡劣乾燥的環境 那不管過多久,只要有一滴水 或者是當這個環境的雨季來臨時 它的金跟它的葉就會慢慢開始變綠 然後打開,像開花一樣 復活草這種可以起死回生的植物 根據植物學家發現 原來它裡面有一種特殊的糖類 它可以把細胞裡面微量的水分維持住 然後進入休眠的狀態 等待下一次的起死回生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特殊的能量 所以有一些美容品牌就開始想說 哇,如果我把這個復活草放在我的保濕霜裡面 是不是就可以幫我們的肌膚 一直維持很好的高含量的水分呢? 所以大概在十幾年前 我就知道有一個品牌就是這個 《屏幕宣言》 他們有一個就是保濕的系列 他們就用到了一個就是強大的復活草的成分 那它裡面除了復活草 還有一些海藻糖啊 或者是一些海膳藻的成分 可以維持肌膚的水分 那這個產品大概在業界已經有超過十年了 所以也是一個保濕口碑款的產品 那我自己也有用過它這個產品 這個保濕霜啊 其實看起來就是一個就是比較屬於濕潤的霜類 那我自己使用的感覺是 它擦在皮膚上面 一下就可以把你的乾燥的皮膚柔軟開來 而且呢擦完之後 在皮膚表面上是留下一種很潤澤感的感覺 而且不會很油膩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種 就是一種帶有精油的療癒的氣味 我覺得蠻不錯 多人其實想要找一些比較滋潤型的保濕霜 那這個扭轉乾坤的這個保濕霜 是一個就是蠻不錯的選擇 第二瓶啊我要介紹我覺得也不錯的保濕霜 就是這個我曾經介紹過 這個JoJo Armani的黑曜眼的保濕霜 那它有兩款 一個是比較滋潤的 一個是比較輕質的乳霜 那它裡面呢除了用到 它們就是明星的黑曜眼這個成分 它也有用到復活草 那它們是叫重生蜜羅蘭啊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肌膚 重新回到一個很潤澤保濕的狀態 那重生蜜羅蘭它除了保濕之外呢 它還有對肌膚很好的修復效 那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家這個霜的質地 因為它們就是標榜是一種血溶霜的材質 就是把一些成分啊經過高溫蒸溜之後 在瞬間急速冷凍 就是很溫潤也很好塗抹 然後在皮膚上有留下潤澤感 那如果你的預算比較高 其實真的也可以選擇這個黑曜眼的這個 有重生蜜羅蘭的保濕成分 剛剛我介紹兩瓶就是以復活草為成分的保濕乳霜 然後可以幫肌膚達到一個很長久的 保濕潤澤效果 但是你知道嗎 這麼厲害的復活草 大部分都是放在這種保濕霜裡面 如果這個復活草 現在把它放在我們最基本的清潔系列 就可以讓你在洗臉的過程當中 搶先就先利用復活草這個保濕的成分 讓你洗完你的皮膚就是保持著水嫩不乾燥 那不是非常好嗎 那現在其實Sabon推出了一系列的清潔系列 它裡面都含有這種厲害的復活草成分 讓你洗完臉的肌膚完全不會有乾燥緊繃的現象喔 我最近就開始用Sabon這個臉部的磨砂膏 它真的可以讓我的臉就是看起來很光滑很亮很細 那聽說這兩罐現在在日本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歡 那我想日本女生其實是細節保養控 她們真的會利用這個磨砂膏 把一些臉上一些這種比較難洗到的地方 她會很仔細的去做清潔 那這兩瓶臉部磨砂膏 據說也得到日本的臉部產品系列的洗臉跟去角質的霜料冠軍 那Sabon這一次臉部的磨砂膏 她們是用Hohoba的種子的顆粒磨成的一個細小的一個顆粒 在臉上按摩的時候啊 它的力質非常非常的細 不會對你的臉部造成過度的傷害 像很多人覺得臉部磨砂膏 這樣子會不會就是會太過於強烈跟刺激 如果你會對這種用臉部磨砂膏來做清潔洗臉的這個保養有疑慮的話 那你可能是因為你都用錯方法 使用臉部磨砂膏其實你的力道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輕 幾乎不要有任何的動作 就是臉部打濕 然後輕輕的在肌膚上面化圓 這個Hohoba的果核油 它其實可以進入你的毛細孔 乳化那些頑固的油脂 可以把油脂洗乾淨 所以你只要輕輕的力道輕輕的推柔 它其實很快就可以把你的臉洗乾淨 那像我最近很喜歡的就是這一款 這個香味 這個是薄荷的香味 它真的聞起來很像薄荷巧克力 自己就是使用在我的臉上啊 就是在洗臉的時候 就是這樣輕輕的推 它裡面的這個顆粒非常的細 然後你就輕輕推 完全不要用力喔 真的不要任何的用力 我覺得它有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起很多泡泡 有一些就是帶有磨砂膏的清潔產品 它們會起很多泡泡 它可能會弄濕你很多地方 因為有泡泡要清潔很多 那它其實不會起泡泡 它其實就是簡單沖一下就掉了 沖掉之後 它皮膚是滑的 是嫩的 原來它裡面除了含有復活草的成分 它還加了一些死海的礦物質的元素 難怪你洗完皮膚非常的乾淨 而且又非常的滑順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薄荷的香味 因為它就是很清涼 如果早上起來就是還可以醒腦的效果 另外一個香味其實大家也很喜歡 是薰衣草的味道 就是薰衣草有安眠的效果嘛 就是舒緩你的心靈 那因為我自己的皮膚是屬於就是裡面油 外面是乾 那我比較不會每天用 我大概自己目前是屬於大概一個禮拜用兩到三天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膚質狀況來選擇使用 只是記得手力道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輕 就不會對臉部造成太大的傷害 除了臉部磨砂膏啊 可以把皮膚洗乾淨之外 有一些就是油肌人 或者是就是覺得自己的毛細孔裡面非常非常多髒污的人 其實還可以利用另外一個就是同樣加了復活草成分的這個 黑色的死海泥的泥膜 那最近其實保養界蠻流行這種生青泥膜 像這種生青面膜啊 很多人會用到火山泥或者是高山泥 高領土 就是藉由這些泥裡面的一些成分 它可以吸附你毛細孔的油脂 可是我覺得它們有一些缺點就是 它們可能是太原始太質樸了 所以我有時候抹那些泥它們的那些顆粒都會比較粗 所以在抹的時候就會有一點顆粒感 可能會它們可能是要深層清潔嘛 我會覺得有點刺痛不舒服 這個Sabon加了復活草的死海泥 它死海泥的質地非常非常的細 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它是有磨過還是怎麼樣 就是它真的很細很細 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平滑 它就是可以在你的皮膚上面就是整個抹開來 它為什麼洗完皮膚還是非常的乾淨跟保濕呢 就是因為它也加了復活草的成分 還有就是死海泥的那個礦物質的成分 那我剛剛說就是它的你看 它的這個質地真的很像奶油一樣 真的好細好滑喔 所以其實可以很簡單的就在皮膚上塗開來 然後敷完之後皮膚就是又滑又乾淨 既然介紹了深清的死海泥膜 那我一定要再加碼推薦一下這個 它們也是有復活草成分的花瓣凍膜 那其實這種有把真實的花瓣放在這種保養品 不管是乳霜或者是凍膜 其實也有幾個品牌有這樣做 那我覺得Sabon它們也蠻不錯的 也加入這個花瓣凍膜的行列 那它裡面其實是用五月玫瑰花的花瓣 然後再加上復活草的一個凍膜 像現在我覺得非常適合使用 就是現在就是雖然是進入秋天 可是皮膚因為經過夏天一整個夏季所以蠻乾的 然後再加上皮膚有時候會有燥熱感 那這個凍膜其實它一敷在皮膚上面 就有點清涼的感覺 我覺得也蠻能夠為肌膚馬上解渴 那突然之間 我一塗在我的皮膚上 我這邊就有點感覺有點降穩 所以它應該對皮膚有很多很好的安撫跟鎮定的效果 重點是它的味道好香喔 就是那種玫瑰的清香 我覺得如果晚上就是睡前敷一下這個凍膜 然後把它擦掉再繼續保養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睡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加了復活草的玫瑰花瓣豆膜 也推薦給大家使用 最後一個啊 既然要推薦 我還要另外再加碼推薦 而且是不負責任的推薦 因為這一款東西非常的厲害 大家都知道撒蹦啊 它其實是以製作肥皂起家 所以它們除了是磨砂專家 它們其實也是香皂專家 那一般它們幾乎都是做一些身體的潔膚皂 那這一款專門用來洗臉的潔膚皂 那聽說這款賣得非常好 所以搞不好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個潔膚皂已經賣完了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push它們趕快再進貨 那這款潔膚皂啊 其實它的味道也非常的清香好聞 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啊 你可以利用這個它們就是也是推出一個洗臉症 它的毛也是非常非常的細密跟多 加水你就可以打出一個就是很細很細的泡沫 然後你就可以洗臉 再加上因為它有復活草 所以洗完也非常的滑 所以這款潔膚皂也非常非常適合 那種很怕一洗完臉皮膚就很乾的人使用喔 像我今天介紹這麼多復活草的產品 我覺得我的肌膚真的也瞬間復活了 那如果你又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或者想要看什麼其他成分的主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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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 看一下 一些有趣事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